赖此妙法 这可令 过类众生 熟利生死 不度无趣 民受众苦 佛的用意这次的 众生六道轮回 很可怜 可怜从哪里看呢 你要从他现在造不全离 你看他的念头 七心动力 不善 烦恼吸气 他造的是 轮回业 现在你看 全世界 无论到哪个地区 过行过夜 你吸一心也去观察 全是轮回业 而且不善的都 善的很少 不善的果报在散途 善的果报也是在人天 现在人间这个社会乱了 天上也乱了 人天都乱了 你说麻烦不麻烦 从前天上的日子好 快乐 现在天上日子不好过 我们是从过去 是从常会法师里得到信息 常会法师 那时候 北朝鲜 一些山神 八个山神 去找他 想把他带到北朝鲜去 那这个过关的时候 中国有护法神 那护法神力量很大 不准他带走 所以他也空中掉下来 还不错 掉到沙堆上 没受伤 空中掉下来 他也不知道什么事情 被一阵旋风 就像龙家风 把他卷走了 掉下来之后 赶快打电话 给庙里 庙里面人找不到了 在惊慌的时候 得到信息 派人给他接回去 接回去之后 这八个山神 又来 又来找他 他就问他 你们来干什么的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北朝鲜来的 有三百多个山神 他们是代表 他修得不错 希望请他的北朝鲜 带大家一起修行 那现在去不了了 这个八个护法神 也就也没回去了 也就做他的护法神 我相信他不是编故事 骗我的 他到这来 把这个事情详细告诉我 他曾经问这些护法神 你们做山神了 做多久了 三千多年了 他就问他 三千多年前 说像我女佛在世 你们为什么不休息 那个时候不知道 错过了音乐 到现在 看到世界都变了 想修行了 他们也到天上看了 天上也乱走走的 所以想起来 还是极乐世界好 大家希望找一个好的修行人 修净土的 来领导他 带领他们 大家一起共修 有这么一段故事 我们想想也有道理 为什么 这个意念不可思 我们的念头 一个不善念头 可能影响天上 也遭难了 也不善 现在这个地球 你想想看 有多少人 发射出去念头是善的 有多少人是不善的 你这么想一想 你就知道了 我们周边的环境 往下看 十三个头 往上看 玉界天 四界天 五四界天 大概四界天 跟五四界天 干扰少一点 玉界天 肯定受干扰 那么 我们就明了了 佛陀的教育 多重要 在这个时候 学习佛陀教育 真正修行 这是大善 这不是小善 这是祝福 特别互念 龙天善神 保佑点 那就肯定了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谁能够想象得到的 不得了 这就是 我认为 您是在这儿 你能够想得到的 你能够想得到的